老师,各位小朋友,大家好。 我叫田姚伟,今天晚上讲的题目是井里之蛙。 重新在这个井里,就是青蛙。 青蛙在井里,高极渠,玩玩水,摊摊泥土, 才看下面能够一小几个天空。 今天都很快的,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大, 因为他有看过外面的世界。 有一天,里面大马,是海里的大海灰。 青蛙在家里就说,你看,我觉得这里很快乐, 这里很好,很舒服,你该下来看看。 大海灰偏青蛙地望,你去看一看,但是它太大了, 根本就不去。 大山会问一句话说,你还望海吗? 你知道海和罗大吗?海的关路, 是那里看不完,海的关路是那里看不到。 在那样的地方,小鸟长就这么快乐。 青蛙听着大海灰火,见了一大笑, 大半天就说不出话了。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效力, 当我们的心围组的时候, 这里是黑青蛙。 一滴一点水,一脚一点天空, 桌子一直很扬不清。 但我妈妈说,我这是几米蛙。 我就知道我要挑几情况, 挑几的话就要给你蛙、蛙、蛙。 你讲完了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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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谢谢大家。